美國前國務卿龐佩奧才剛抵達 美國拜登政府特使團則是剛離開 總統蔡英文昨天接見美國 拜登政府特使團 感謝美國展現對臺美關係的重視 而面對中國威脅 期待與美國有更緊密的合作 強調臺灣不會缺席 總統蔡英文二號上午接見拜登政府特使團 首先感謝在烏克蘭緊張情勢的時刻 美國派團來訪 展現對臺美關係的重視 也凸顯臺灣在國際區域安全上的角色 蔡總統表示當前中國對臺海以及區域的軍事威脅持續升高 還有錯假訊息攻擊 臺灣有堅定自我防衛的決心 當然也希望跟美國持續合作 而近來外界出現美國棄台論 美國前參謀首長聯席會議主席穆倫 特立保證美國絕對會堅定維持承諾 穆倫認為訪問臺灣的時間點正是世界歷史上的關鍵時刻 現在比以往都更需要捍衛民主 他也傳達美國跨黨派堅定停臺的立場 行政院長孫恩昌也表示 臺美合作讓中國不敢輕舉妄動 美國特使團也前往國防部拜會 國防部長邱國正親自迎接 軍方沒有進一步評論內容 而國民黨主席朱立倫也前往了訪團 下他的飯店拜會 訪團在蔡總統晚宴過後離臺 結束訪問行程 記者 台北報導